黄庆云 我的文化大革命 第二章 到干校去 革命的干校 我从来没有到过劳改厂 此刻才亲临其境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茶厂 四面青山 一片葱绿 风光倒是不错的 我们进到宿舍 那是一间大房子 房子里是集体的床铺 床铺分为上下两层 用简陋的木板铺成 每层可以睡二十人左右 每人占用两尺阔的位置 一个靠着一个睡 由于迅速执行最高指示 囚犯们仓皇撤出 一定也是由于恶劣的机席难移 宿舍竟然没有做好清洁就一走了之了 不但床上灰尘遍布 地上还有七零八乱的小板凳 军轩对焦我们整顿内务的时候 每个人可以分享一张 后来我们才知道 这小凳如何重要 是囚犯的宝贵财产 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如果没有它 回到宿舍只能坐到床上 到外面集会 也只能坐到地上了 我一面拿起这枕头式的高颈五六寸的小板凳 一面浮想连篇 陈才云写的特务电影《杨成暗号》 据说是真人真事 有听说暗中的女主角巴姑 是确有其人 阴谋败露以后被判入狱 这里就是她服刑的地方 现在她人去楼空 不知道她坐过的小板凳 是否就落到了陈才云的手中 又不知道我拿着的这个小板凳 前一个作者又是谁呢 这种小板凳对成人来说实在太矮了 很不好做 但此时已经成为广东许多武器干校的标准座椅 没有人敢破坏它的统一性 只可怜那些老干部 不知如何去适应了 英德茶厂出产的茶叶 简称英红 据原茶厂负责人介绍 是在国际上富有盛名的 它的特点是 掺了牛奶后 色泽还是红的 因此特别受到英国女皇的喜爱 如果一天她没有尝到 皇宫就要打电报 向北京英国大使馆追问云云 她又介绍 制茶最主要的工序是去除清味 外国人对此特别的敏感 英德茶厂请了一位高级的工程师 专门试茶 鉴定了完全没有清味才能出场 这个人的工资高达每月数百元 文化大革命以来 就被群众隔掉了他的职 滚回老家去了 我们来茶厂的主要劳动是种茶 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思想 而不是生产 需要弄清主次 后来我们就把若干母的茶田产平了来盖房子 再后 为了以梁为刚 又产了茶树来种田 殷红与我何有在 所以我们就把若干母带放在这里